闯入决赛 西安交代队则将和上海交代队争夺男子危机冠军 这伙刑旗者至少有30多人 主要是来自山洛山区和河南省的中青年妇女 她们长期居住在西安 以欺骗手段向来往旅客讨要钱财 她们以可怜的面容骗取善良人们的同情 以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 她们给车站的治安带来一系列问题 取缔这帮不劳而获的寄生人群 人们感到很有必要 陕西台报道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厦门市技术监督局最近宣布 今年唯有加盖电马防伪报应合格 省技术监督局监制标签的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产品 才能够允许销售和使用 这次推出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严格按国家标准法规定 分为综合安全